40多的机 关老师这边的话有活命 你还别说这个局还真有可能是一个四人开门战 这边是直接用了一个反向亮机 非常舒服的开局 这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快局 拉火没能打中 但是这边的话跟一刀正射 有了闪现还省下来 前方这边的话有没有想法 有想法 我觉得前方这边其实不应该有想法 他有想法容易出事情 因为爱哭鬼手里的闪现是没有交的 这刀打中以后 甚至爱哭鬼可以防一波撞救 甚至可以防一波撞救 如果说能防一波撞救的话 前方将非常的难受 预判好的 那这样的话前方倒地 这就是为什么拉火漂亮 帅 舒服舒服 这边的话上戏很谨慎 打得很小心 站的位置的话没有给到爱哭鬼太多的机会 但是没有搏命啊 一叶刀 飞鲁人先知 前面是没有板子的 这边能不能把前锋摸起来 如果能把前锋摸起来 前锋 那这波戴的局 这波前锋起来的话一定要打了 就一定要打了 没办法了 因为这个局已经回不了头了 已经 就他只能打 因为你不打这个局就是输 打了可能还有机会能赢 而且这边带的是个闪现 一根触手压住 小女孩这边是直接俯身先知 这边的话知道你要浇鸟 直接回头扭掉这一刀 这样的话后续只要一刀打中以后再 漂亮 哇 这个时间你也敢打 这刀但凡打在鸟上面怎么办呢 求稳的话先把前锋给抬了 对 求稳的话先把前锋给抬了 哇漂亮 舒服 这里的话最好是把这张椅子留着 换一张椅子挂 最好是把这张椅子留着 投坟场来找昆虫 这边的话昆虫刚好往里进 有没有雕像 漂亮 后续二阶了 感觉前已经杀疯了呀 这个雕像真的 祭司的位置呢 慢慢的绕过去了 但是这里有娃 有反应的 换 次元斩 次元斩打中的是个前锋 这个前锋怎么倒的 这是次元斩打中前锋吗 这局 确实我有点没看到我啊 前锋怎么倒的 我刚刚没留意到 是我反应慢了吗 刚才魔术师倒我也是这么 我压根没看到那一刀 我压根没看到那一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